10日清晨7点多台九县东树段发生死亡车祸 75岁陈姓妇女买完菜要开车离开的时候 不明原因突然痣状电线感 剧烈声响吓得附近民众赶快跑来帮忙 而这起车祸也造成妇女左脸和右手被失恋伤 而送医抢救一个多小时她还是宣告不治 才刚买好菜开车准备返家的75岁陈姓妇人 却在这个转弯道路上 连人带车就这样直接撞上这根电线杆 成型妇人伤重受困车内 大半个车头包住电线杆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强大 而巨大的声响也吓得附近居民是赶紧跑来协助 这起车祸意外也造成妇人左脸以及右手臂撕裂伤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警销人员即刻进行救援 顺利将受困的成型妇人救出送医 在抢救一个多小时后 成型妇人仍因伤重不治 现场是一辆自小客车撞击电线杆 车上总共是驾驶一个人 我们警销立刻进行脱困之后 减伤后患者没有意识 颈部有撕裂伤 腹部及肢体有多处差错伤 经给我们高级救护员清窗 颈全级长辈板固定之后 我们立刻进行送医 据了解75岁的成型妇人今天上午7点多 买完菜后开车行进台九县东竹路段北上车道 不知何故冲撞路旁电线杆 遭到重创的成型妇人送医急救后 仍回天法术宣告不治 详细车祸发生原因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调查 记者是玉兰部里采访报道